她呀 估计出去玩了吧 自从她身体好之后呀 精神好了不少呢 这五年辛苦你了 这五年不算什么 活得苦尽该来了吗 我一定会让你成为 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下面有请新郎新娘登场 叶秋先生 您愿意娶程兴岳小姐为妻吗 无论健康或是疾病 贫穷或是富贵 永远爱她一辈子 我愿意 程兴岳小姐 请问您愿意嫁给 叶秋先生做妻子吗 无论贫穷或是富贵 健康或是疾病 永远爱她一辈子 我愿意 新郎 现在可以亲为你的新娘了 她们是骗子 她 是个不检点的女人 五年前未婚先孕 五年后又抢了妹妹的丈夫 谁敢在门主的婚礼上大闹 来人 把他们给我赶出去 谁赶 我是你们门主夫人的亲爷爷 人都说越老越要面子 怎么到陈老爷子这里 就反过来了 新月当初可是被你赶走 可自顾嫁女 哪个不是三叔六礼 样样齐全 可你给了吗 连个骑马的彩礼都没有 你想要什么 给钱 没有十个亿 我不会让你们举行婚礼 爷爷 这是我最后一次这么教你 我有十万 是我这些年辛辛苦苦攒的 我全部给你 算是报答你的养育之恩 从今天起 我们之间再无关系 才十万 你打发叫花子呢 你们当时为了一张邀请函出卖新月 如今又来搅黄我的婚礼 看来 还真没把我神医门放在眼里 李凡 在 我以神医门门主的名义 从今天起 任何场所不得接待他们 不是要钱吗 给他们一人打造一只金碗 从今往后 以倾讨为生 是 这陈家老爷子看上去挺正义的 没想到这么不要脸 你说呀 那陈仙仙可是圈里有名的浪女 胡说 你们都在胡说 不减点的 明明是成心愿 是他 都是他害的 我们成家 今天蒙难 任人欺凌 我告诉你们 谁都有倒霉的一天 我会看着你们 全都去死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 落到今天的地步 真是活该 和这些乞丐 费什么话 得罪了门主 以后连臭水锅里的老鼠都不如 是啊是啊 我跟你们拼了 爷爷 李凡 赶出去 是你们自己走 还是我赶你们走 我是成亲月的亲爷爷 你敢这样对我 来人 把他们给我赶出去 走走 野翘 你们会后悔的 我这样对待你的亲人 你会不会怪我 当他们把我卖给利益的时候 我就对他们死心了 现在对我来说 亲人只有你和小贝 爸爸救我 小贝就回你的女儿 现在就出城了 不对了 记得要一个人 怎么了 我待会儿有事出去一趟 一切 等我回来再看 是不是小贝出什么事了 不是 就是太贪玩了 我现在过去 把他找回来 在家乖乖等我 林凡 照顾好他 是 婚礼到此结束 各位自由活动 我到了 小贝在哪 前面有一架飞机工厂 成小贝就在里面 我还是要登场 你是不是 我还是要你 我还是要你 你怎么办 我还是要你 我还是要你 不不不 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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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丢我 走啊 放开 小别在哪 小别在哪 拿起楼下桌上的弓箭 大众照片 否则你别想再见到你的女儿 偷尘失败 你失去了唯一的机会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医者自有尽弃 医者自有尽弃 关泰山崩而不动 临声渊行而不举 何惧世间百万千 爸爸丢我 爸爸丢我 恭喜你拿到最后一块 你让他一分钟之内 拆除他身体上炸弹 他才能真正安全 很有玩没有玩 哈哈哈哈 游戏而已 何必那么任天啊 没事 爸爸 爸爸不见你出去 小白 《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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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雅爹你如何第二場讨厌 你是第二季 你如何成立什么行判 你现在也接受最后的讨厌 小贝 你胖吗 不怕 有爸爸在我 我就不胖 那好 我们一起上去吃 好 妈妈 你跑哪儿去了 你知不知道妈妈快担心死了 妈妈你别担心 我再也不乱跑了 放心 有我在呢 初步调查 那群黑衣人正是战胜联盟的人 他们一直在进行一个长久的秘密接触 而那间废州的厂房 在那刚回头不久 便燃起了大 所有的线索都化为灰烬 将军是谁 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妈 我带新月来看你了 还有您的孙女 小飞 妈 新月 这么多年委屈你了 我从来没后悔过 本来这些在五年前就该实现的 我发誓 以后一定不会让你受委屈 这个家的一切 由我来考 家 我们的家 我也有家了 有爸爸 有妈妈 还有很多疼我的叔叔阿姨 她说的应该是神一门的人 他们都挺碰她的 经常陪她玩 小飞 还没有喊奶奶呢 奶奶 妈 小飞已经六岁了 记得之前 你总是催着我结婚 还说要给我看孩子呢 可如今我什么都有 你怎么就不在了呢 子余也二亲不待 对不起 爸爸不哭 小飞保护你 小飞要怎么保护爸爸呀 我挡住风 这养风 这养风 就吹过到爸爸了 哎呀 不愧是我的好女儿啊 哈 我 啊 喂 小飞 啊 啊 啊 不愉asz 请不愉快